大家好 在下面几节课里边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教材的第七章内容 也就是决策分析方法 大家知道 在通过对方案的系统分析之后 经历了系统分析 系统评价 等各个阶段 最终 我们要 把我们的工作 落实到系统工程方法论里边 最后的 非常重要的一环理 就是决策过程 可以说 通俗一点讲 决策过程 就是 我们从 已经获得的 系统工程的分析资料 和分析结果中 找出 或最终选择出 我们所需要的方案 从另一个角度讲 通俗的说 决策 就是一个拍板的过程 我们以前 在前面 集讲里面 所介绍到的 不管是 模型也好 方法也罢 方法论也好 其 最后的落脚点 都是一个 决策的 支持问题 因为系统工程 尤其是 管理领域的 系统工程 最终的 一环 都是一个 决策问题 那么 首先 我们给大家介绍 决策的概念 和类型 决策 无论是在 管理 经济 还是在 我们的 系统工程中 都占有着 重要的地位 管理学家 西蒙 单纯就说 管理 就是 决策 可见 有很多 管理学家 已经把决策 在管理中的位置 摆得非常高 决策 是系统工程 工作的 目的 决策 分析 及 系统分析 决策 是管理的 重要智能 管理科学 系统工程 虽然和 硬系统理论 有所不同 我们前面讲过 主要表现在 它的 相互 作用机制 是否明确 它的 关系 是否 容易把握 但是 它们都有 一个 共同点 就是 必然 以不同的方式 为我们的 工作 提供 指导 不管你是 研究 硬系统的 方法 还是 探讨 软系统的 方法 最终 都是要 为我们的 用户 提出一个 合理的 解决 方案 那么提出 方案的 过程 很大 程度上讲 就是一个 决策 的 过程 决策 是决策者 对 系统方案 所做 决定的 过程 和 结果 所以 在这里 决策 的 主体 和 我们前面 级讲 所探讨的 模型 以及 方法的 实施主体 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 前级讲的 内容 都是 侧重于 系统 分析 本身的 这样一个 过程 那么 它的 完成 主体 主要是 系统 分析人员 以及 管理 咨询人员 而 决策 它的 主体 则 主要是 决策者 决策者通过 系统 系统 分析人员 或 管理 咨询 工程师 最终 提交的 关于各种方案的 总结报告 加之 自身的 对于问题的 认识 及思考 最终 从方案中 选择 其一 将这些方案 付诸实施 作用于 系统 完成一个 社会经济系统 决策的 反馈 控制 回路 所以 决策 是 决策者的 行为 和职责 如果说 系统 工程师 所解决的 问题 是从 系统 工程 技术 的 角度 来 看待 我们的 系统 来 研究 我们的 方案 等等 那么 决策者 则是 在 系统 分析的 基础上 选择 适宜的 方案 最终 对方案的 选择 承担 责任 所以 尽管 系统 分析 人员 在 系统 分析 的 过程中 承担了 主要 工作 因为前面 我们讲过 提出 模型 搜集材料 进行 系统 分析 系统 评价 最后得出 系统 分析 报告 但系统 分析 人员 最终 所起的 是一个 决策 支持 或 管理 咨询的 作用 他并 不对 最终 方案的 选择 承担 责任 对方案的 选择 承担 责任 的是 相应的 决策 者 决策 决策者的 决策活动 需要 系统 分析人员的 决策 支持 管理 决策 分析 就是为 帮助 决策者 在多变的 环境条件下 进行 正确 决策 而提供的 一整套 方法 逻辑 步骤 和具体 技术 所以 决策 细致来讲 也并 并不是 单纯的 阅读完 报告之后 选择一个 方案 尽管从大的 程序上 是如此 但是 决策 本身 也是一个 复杂的 过程 比如说 在我们的 教材里面 就提出了 若干 决策 分析 所使用的 方法 这在后面 我们要逐一介绍 决策分析的过程 大致可以归纳成 以下四个活动阶段 问题分析 诊断 及信息活动 对目标 准则 及方案的 设计活动 对 非列 被选 方案 进行 综合 分析 比较 评价的 抉择 或选择活动 将决策 结果 付诸实施 并进行 有效评估 反馈 跟踪 学习的 执行 或实施活动 所以请大家注意 第四 最后一点 将决策 结果 付诸实施 并进行 有效评估 以后面的 一系列行为 所以如果说 我们在前面讲的建模 是一个从实践中提取信息 上升到理论的过程 那么决策 恰恰与此相反 它是一个汲取了系统分析 科学分析结果的基础上 有理论 在指导实践的过程 所以 系统工程 有两个接口 那么其一呢 就是前面 我们提到的 模型方法 他们将现实世界的问题 抽象为 我们可以 用数学或其他手段 处理的规范化问题 而决策呢 他们将 我们分析的结果 付诸实践 改善 系统的行为 决策 是系统工程的目的 系统分析 实质上 就是决策分析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 主要侧重于目的角度来讲 当然从流程上 系统分析和决策分析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决策分析的一般过程 以及管理系统分析的过程 科学化 是对决策分析的 集中要求 而规范化 民主化和系统化 又是实现 科学决策的 重要基础 是管理决策 及决策分析的 基本原则 对一个决策问题而言 它包含 以下几个要素 比如说 状态 方案 价值函数 和决策者 状态 我们可以理解为 决策过程中 所面对的 各种情境 决策 从前面 我们所讲的 系统 评价 有较多的 相通之处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决策 实际上就是 系统评价 紧跟的 一个 后续阶段 对 研究问题 状态的把握 实际上 就是对于 情境的 了解 决策这一活动 本身 就是和其所处的 情境 密切相关的 不同的情境下 面对同一个问题 就很可能 出现 截然不同的 决策结果 这取决于我们 要实现的 状态 以及 现有的状态 那么 如何改变状态呢 如何 把现有的状态 通过 合理的 外部 干预 调整为 我们所 希望 或期望的状态呢 我们就会 使用 一系列的 方案 方案的取得 可能来自于 专家的 定性分析 也可能来自于 一系列的 规范方法 但决策者 所面对的 方案 是一系列的 方案 而且 这些方案 经过前面 过程的 建模 系统评价 等等 已经 有了一定程度的 加工 和了解 对这些方案 属性进行描述的 就是 价值 函数 这又用到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 提到的 效用概念 当然这里的效用 是基于 易损值的基础上 所提出的效用 我们所实现的 状态的目标 以及 目前状态 都要 表示为价值函数 比如说 我们现有的 设备的盈利能力 是多少 我们期望 达到多少 那么现有的 价值函数 和 期望的目标函数 之间 就有一定的 差距 我们要 弥补这个 差距 就需要 调动各种资源 使用 相应的方案 这其中 就有一个 对方案的 选择问题 因为 即使都是方案 但方案的作用 和功能 是有差异的 我们就是要通过 决策过程 最终选择出 最合适宜的 方案 把它应用到 实际生产 和研究当中 这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决策的 具体过程 根据 决策问题的 基本模式 可划分 决策问题的 类型 比如说 可分为 确定型 不确定型 对抗型 等等 从所应用的领域 可能有 政治决策 可能有 军事决策 有科技决策 企业管理决策 等等 另外 还可以分为 定量 定性 单多 目标 等等 这些都是从 不同维度 对决策的分类 另外 根据决策 参与个体的 人数 人数 我们可以有 个体决策 和群体决策 个体决策就是 最终的决策 是由单个人来完成的 而群体决策 则是最后的决策 由一系列的决策者 在一起 经过讨论 协商 或其他的一些机制 而最终 选择出 较为适宜的方案 我们讲 决策 是一个过程 首先 我们要选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 问题划定 和选定的过程 迎百思而动 具万能于一 这本身 说明了 决策的选题过程 也是一个 将原有问题 抽象 选取主要因素 忽略 次要因素的过程 不管我们 面对的是 何种 问题 我们 所要 改造的 或 改良的 哪种系统 最终 都 无法 回避 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 现实的 系统 是充满着 不确定性 和复杂性的 我们的 决策过程 往往是 针对于 系统的 某个方面 或 某个 问题 而言的 我们不可能 在 一个 决策过程中 解决 系统 所面对的 所有问题 所以选题 包含了 两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 首先要明确 我们研究 系统的 范围 是什么 第二 我们要明确 我们所研究的 问题 所研究的 主要矛盾 存在于 存在于哪里 比如说 我们要解决 某式的 道路交通 问题 那么 这个选题 首先要把 系统的范围 限定在 该式 而暂时 不去考虑 其他 地域 第二 要将 问题 控制在 目前的 矛盾 交通 问题上 而暂时 不去考虑 与此 关系不大的 医疗 教育 等等问题 这就是一个 选题的 过程 第二 是 决策的 实际 问题 首先 机不可失 当我们 具备了 某种 条件 当然 这个条件 包含 很多的 内涵 可以是信息 可以是人员 可以是 可供 调配的 资源 等等 在 这些情况 或这些条件 具备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 大胆进行决策 努力的 推动 系统 向我们 所希望的 状态演化 但 没有 必要 决策时 就有 不做 决策的 必要 那么 怎样 理解 这句话 从 系统的 角度 看 任何 系统的 发展 演化 都有一个过程 在很多情况下 系统的发展趋势 还 不是 十分明朗 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可能 得不到 我们所需要的 必要信息 我们可能 找不到 进行决策 所需要的 必备条件 那么如果 贸然决策 反而 难以达到 预期的 效果 所以 所以在 决策里面 还有一个 实际 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 前几 讲里面 我们都没有 谈到 实际 问题 因为在 前面 只是一个 单纯的 分析 探讨 过程 它的结果 局限在 理论层面 而决策 又是一个 将系统工程的 结果 转化为 现实系统 行为的 接口 这样 我们就 必然要考虑到 现实世界的 各种 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 时间 关系上讲 就是一个 实际 问题 很多情况下 这个 实际 不宜人的 主观意志 为转移 所以 我们在 决策的时候 也要选择 适当的 实际 努力 将各种 必备的 条件 准备好 然后进行 决策 这样才能够 收到 事半 公备的 效果 所以 这是决策 过程中 特有的 一个要素 实际 问题 第三 是目标 我们决策 是为了什么 我们决策 是想让系统 有一个怎样的 结果 这就是目标 目标 很多 是隐含在 我们所研究的 系统情境之中的 当然 我这里 指的是 很多 复杂的 系统 在一些简单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决策的 目标 是比较容易 掌握的 而在 复杂系统里面 首先 这个目标 是隐含的 另外 在一个社会 经济系统里面 各个要素之间 是相互之间 紧密关联的 有时候 我们所认为的 最优目标 往往没有办法实现 比如说 在数学上面 纯理论的 网络规划上 我们可以找到 比如说 在某式 修建 移动通信基站 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找到 一个最优方案 但往往这个 最优方案 没有办法实施 为什么呢 因为城市建设中 不仅仅 只有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 另外还要涉及到 战备 消防 环境 等等问题 所以我们 计算出来的最优点 往往 往往没有办法实现 因为那个点上 往往是不允许建设 或没有办法建设 这就是目标的 隐含性 第二是 多目标的特点 比如说 一个大的水利工程 它的建设 就具有明确的 多目标的特点 比如说 抗洪 比如说航运 等等 那么 如何选择一个方案 或选择 一系列的方案 能够较好的 实现 这些给定的多目标呢 会不会 出现 过于关注于一个目标 而忽略了 其他问题呢 比如说 过于重视 经济效益 而忽视了 生态 与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这些都是 决策过程中 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前面的 系统分析阶段 尽管我们也强调 要考虑全面 但在前续阶段里面 出现错误 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错误 因为它没有和实际相接触 而在决策过程中 则是一个直接和实践 相接触的一环或过程 那么如果这一环出现错误 将直接会对 实际系统的运行 产生不良的影响 也会引起 或造成 更为严重的 后果 第四部分 是约束 或成可行欲 我们的决策 都是依据一定的客观条件 我们决策 修建一家工厂 那么就需要 相应的资金 设备 厂房 和员工 从长期来讲 约束是可阔的 但是从我们决策的现实 或短期内来讲 约束又是不变的 这是一个长期和短期的 辩证问题 另外约束中 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决策中 还更多的考虑了人的问题 这就是决策问题更加复杂 我们可以安装 先进的机器设备 我们可以科学合理的 布置我们的规划 但是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决策 使社会经济系统中最重要 也是最具有活力的要素人 来辛勤的劳动 来积极的参与到系统的构建中来 这就是一个面临着挑战性的 或充满挑战性的约束 第五点 是难有最优解 要的是满意见 这应该是贯穿系统工程史中的 一个系统分析人员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 因为系统工程是一门讲究实际的科学 在复杂系统中 最优解的寻找往往非常困难 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的是可以接受的满意见 最后一点 决策执行中可变更 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是瞬息万变 充满着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因为这就要求我们在决策的实施过程中 要留下可行方案 以备激动应变 这就要求在决策过程中 充分考虑所有的方案 选择其中最优者或满意者 同时也要留有余地 为将来系统的变化 预先做好准备 这一课就先上到这 这一课就先上到这一课就上剧